我是曾经身价上亿 现在负债1.5亿的陈东波 创业13年 没想到最后留给我的趋势 132分的债权协议 1.5亿的债务 还有一百多名的员工工资问题 这些都是我13年来打拼的结果 我是广州敏尚服事创始的陈东波 两年前还是一家服装知名企业 年产值上10亿 曾经风光得意 风光无限的陈东波 现在成为拖欠债务的老赖 那个时候我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数不尽的电话 微信 询问 抱怨 逼债 这是我无法真正去反思自己负债的原因 每天只有像机械般的解释 解释 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 想到负债那么多 我整日整夜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 我比谁都煎熬 都焦虑 眼前的一切让我感受到无尽的愧疚和悲痛 在每个深夜人静的时候 我都忍不住的好好大哭 我输了 我输得很彻底 各位债主 供应商 加盟商 同事 家人 对不起 我可能暂时无法赶紧 几百个家庭 我必须站起来 我承受了精神与压力的痛苦 我经历了常人 没有经历过的人生 我看透了常人 没有看透过的过往 我告诉自己 不能让自己的人生 就这样画上句号 从头再来 还清我的债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